因為有網友問到關於基本動作的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說明 藉此去討論一些觀念 首先你先看一下這個網友的問題 他說的是關於鼓棒揮動的時候 他的老師說的是要有一個擊中之後暫停的動作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那在我的影片裡面我界定這樣子的動作叫做Down Stroke 意思就是說鼓棒往下揮擊中打擊面了之後 停在比較低的高度 在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關於基本動作的表象跟他的本質 Down Stroke我在這裡要分成三種不同的狀態來說明 第一種Down Stroke往下揮擊中之後 停在一個比較低的高度 聽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我們略過他的本質的話 有可能會往一個奇怪的錯誤的方向 我們在擊中的時候 如果打到了鼓皮 然後停在很低的位置 這樣就算Down Stroke 也有可能會像我現在打的這樣子 到了鼓皮 但是力量並沒有真正的貫穿到這個鼓裡面 我的能量傳遞是效率非常低的 那以我過度的在意 我打到鼓皮之後是不是停在很低的位置 這有可能會造成這樣子的麻煩 另外一個問題是擊中了之後 我的手過度的捏緊 因為我很想要把這個鼓棒 控制在一個離鼓皮很近的位置 我試一次喔 可能會變這樣子 手掌在控制鼓棒的過程當中 是過度的握緊的 在連接比較輕鬆的動作的時候 你的手掌跟手臂的肌肉 做一個握緊到輕鬆的轉換的時候 難度會比較高 但是這個動作也不是絕對的錯誤 只是我盡量會讓我的肢體 減少這種僵硬到很放鬆的這種轉換 因為它會增加肌肉控制的難度 我認為比較理想的downstroke 其實是這樣子的 你只要輕鬆的從高處揮下來 不需要過度的加速 然後輕鬆的放下來 像是這樣 擊中鼓皮了以後 會有一個反彈的力量 讓它完全的釋放 它就會彈得很高 像是這樣 甚至鼓棒會飛掉 會像是這樣子 如果我的手指 手掌 適時的握住鼓棒 不要讓這個鼓棒彈得太高 有可能鼓棒就會離 骨皮在一個比較近的距離 像是這樣子 其實我的動作並沒有特別的用力 但如果我的力量 過早停下來 那會發生一個狀況就是 我揮動力量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會進入到鼓皮裡面 那力量傳導效率很差 聲音聽起來也不紮實 就浮浮的 感覺就只是打在表皮而已 像是這樣子 有注意到嗎?很小聲對不對? 像這樣子聲音不是很紮實 但如果我放輕鬆 讓鼓棒擊中鼓皮 你會發現這個力量傳導才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 從表面上看起來 這幾個動作都很像 但是 本質上你要去理解 downstroke 它還是要有一個 把能量貫穿到鼓裡面的這個 目標 再來是 如何把它練得比較好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力量要先進去 力量先進去之後 才會有下一個 下一個步驟 所以 我這邊說明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 練習放鬆的揮下去 鼓棒有沒有辦法 停在很高的位置 先不是那麼要緊 你要先去 專心的體會放鬆 往下揮的這個感覺 慢慢做到了之後 你可以試著去感受 你這個揮下去的動作 你的鼓棒 在哪一個瞬間會擊中鼓皮 你要去記住這個時間 然後 記住這個時間之後 你再去練習 你的手指手掌握住鼓棒的這個時間點 要略晚於命中的這個時間 如果手掌握住鼓棒的時間 比鼓棒命中鼓皮的時間 早了一點點的話 那就會產生你的能量 已經被你的手掌整個吸收掉了 被掐死了 所以下去的點會變得很呆 有人會練成這個樣子 或者是 有的人是在練習揮空 這個動作有練了 但是他去練習這個揮空的動作 但沒有去體會這個力量 完全貫穿下去的感覺 所以會變成過早停下來 聽起來還行 但是力量其實沒有真的貫穿進去 經由前面講的這幾個要點 所以第一個 先把力量打進去再說 然後去感受命中的時間點 在那時間點的同時或略晚一點點的時候 去握住你的鼓棒 這樣會是一個比較理想的downstroke 再來就是 我們在downstroke的這個動作 為什麼要停下來 停在一個比較低的高度 它的用意是在於 我後續要連接一個比較輕的聲音 例如這樣子 或者是 所以 為了這個 動作可以連接一個重音之後 連接比較輕的聲音 因此而有downstroke 所以 如果我沒有 必要要連接一個輕音的時候 這個重音也不一定要用downstroke來執行 可以是 直接讓它彈起來 我們叫做這個是4 stroke 那 聽起來跟downstroke的聲音是非常的接近的 但是 如果我要連續的重音的時候 反而讓鼓棒彈高一點 方便我進行連續的重音敲擊 像是這樣 如果 我在downstroke 用downstroke來進行連續的重音敲擊 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你會發現我浪費非常多的力量去握緊鼓棒再重新舉起來再下去 這個運作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去理解這件事情你會發現 你在練當然基本動作是需要練的 這些姿勢是需要練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先理解它為什麼要這樣子存在 是這樣子的事情 那這個先後順序其實是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個部分就暫時講完 後續就是一些比較跟觀念有關的討論 我們講到這個基本動作的表象跟本質 不只是這個downstroke很多的基本動作 其實它都有它的目的而慢慢衍生出來的 所以基本動作 以現代的基本動作跟過去的20年 40年50年的基本動作其實都不太一樣 因為音樂的需求一直在變 音樂的形態也在變 鼓手的演奏需求也一直在變 所以沒有什麼動作是一成不變的 那為了滿足這些音樂上的需求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時候會有一些動作上面的演進 去理解這一點以後你要知道 基本動作其實是為了音樂而服務的